剛剛所講的建議特朗普把台灣買下來 其實基本上從台北法案 或是從最近這樣的動作 越來越可以就是一則以洗一則以憂 這兩個我一起講 洗的部分就是說 美國人不會搞不清楚中國跟台灣的關係 他們越來越清楚了 即使現在比較年輕的 年紀大一點的美國人當然清楚 特別是大到知道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那個時期 都已經參與政治人他很清楚 那兩岸的關係他們要博弈 他要在台灣的利益保存情況之下 這幾年我們最大的利益 所以回到這一點 優的就是說 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因為美國的益助 美國等於是我們的夥伴 他會更加的被凸顯 這是洗的部分 可是優的部分我必須要講 剛剛吳直達董事長在講 其實我在想一件事情 就像一個男生 比如說我跟宥辰出去約會 跟他講說 我很愛你啊 那我很快就會離婚跟你在一起 那講了半天 他還是沒有啊 我租泡房給你住 我也給你錢 我帶你去買鑽戒 情人節大餐我跟你一起吃 可是終究我還是沒有辦法跟他結婚啊 美國今天的這個台北法案 他那個名稱很長 加起來正好自首的不能加 正好是台北APP 他是告訴我們 第一個 因為過往蔡總統上任以來 已經有七個方交國跟我們斷了 等下的小孩 不要再來喔 如果再有敢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方交國 美國有賞罰制度喔 假設啦 我隨便舉個例子 貝里斯 你敢跟中華民國斷交的話 你是下一個的話 美國跟貝里斯之間所有的貿易要斷 金元要斷 讓你會怕 所以就不要跟中華民國斷交 那你用這個方式 那你倒不如直接跟中華民國建交就好啦 美國跟中華民國建交 全世界的國家就會來跟中華民國建交 因為當時中華民國之所以會 寫風式的 失去那麼多方交國 就是因為美國離我們而去嘛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後 多少國家 一年之內三十國家 挺好的 所以你今天與其弄這個法案說 所有中華民國友邦不要再跟中華民國斷喔 斷了以後我們會賞罰喔 我會讓你知道厲害喔 那你就乾脆直接跟中華民國建交就好了嘛 那第二個是什麼 幫助中華民國加入非主權的國際組織 譬如說WHA啦 我相信美國一定會發言 讓我們從會當觀察員 可是台灣 台灣不想用中華台北的民意去參加奧運跟WHA啊 那你美國理事會常常理事國 你直接在聯合國提案 支持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嘛 不是更直接嘛 為什麼要去這種所謂的國際組織 你直接來啊 所以要嘛跟中華民國建交 要嘛承認我們主權國家用 還讓我們去聯合國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顯示出美國對我們台灣的實質上的支持 所以這是優的部分啦 好跟壞都有啦 因為你說要做到那一點不可能 那這樣美國做了這麼多 都是迂迴的 那他做什麼 其實還是對美國利益最好 因為美國已經發現中國大陸跟他是兩頭獅子在對抗 那台灣當然在美國這邊對美國利益是最好的 再怎麼講 我們還在前線 我們離最近啦 如果真的打起來我們是第一線啦 所以美國人做的事情對台灣好不好 有好有壞 好的可能還更多 但是不要忘記壞的部分就是說 他這麼做 其實終極的目標不是愛台灣 是愛美國 美國所有對台灣的動作 都是當美國的利益 提到最高的基礎去做的 不是為了中華民國 不是為了台灣 美國人所做的一切呢 都是為了台灣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號稱台灣的LBJ 劉寶傑 大家好 我是Claire Claire 到底今天有什麼重大新聞要發生呢 什麼事呢 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雅虎TV的小明星大位 已經上音樂頻道了 有些什麼該注意的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記得要去Youtube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 真的假的 真的 太好了 太鈴鐺 這樣